《信譚唐詩》第二集 《唐詩發展軌跡》 中國詩歌到唐朝發展到另一個高峰 為何唐詩會成為中國文學的經典作品 有幾個因素 第一,就是在唐朝前期 政治、軍事、經濟、民生各方面 都是最強盛的 因此這樣的背景令唐詩有非常健康的發展 其次,在南北朝時期 由於有很多少數民族進入了中原 出進了民族的融合 令到原本的華夏民族有了新的生命力 尤其是李唐皇室 他們本身來說是鮮卑化的漢人 所以他們在民族政策上非常寬鬆 有自己的自信 有自己開闊的空金 第三,就是在徐代末年 已經開始了科舉制度 入了唐朝再進一步發展 而唐代科舉制度其中一份卷 就是要考作師的 這樣政策進一步促進了唐詩的發展 在南朝齊樑之間產生了永明體 而永明體就是唐代格律師的始祖 到初唐時期 唐詩的格律是進一步完善 發展出各種各樣的體式 所以唐詩體式的完善 亦是唐詩發展上高峰的重要原因 在清朝康熙年間編了一部很重要的典籍 叫做《全唐詩》 《全唐詩》收錄的作品 總共有四萬多首 入面的作家 如果看背景的話 固然有貴族 有民事 有官員 除此之外 還有《真道如朝》 《泛夫酒足》 和《倡憂黑蓋》 可見唐代真是一個詩歌的時代 唐代前後接近三百年 如果從唐詩的發展來說 可以分成初、聖宗、晚這四期 初唐大概是由唐朝建國 去到唐元宗職位的前夕 初唐時期 詩人主要是以宮廷詩人為主 這些宮廷詩人 一方面繼承了南朝華麗 以美的民風 另一方面 亦令到近體詩的格律 有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 稍遲少少 就有初唐四傑、陳子昂 這些所謂的對立詩人 這些詩人 他們就暢然漢藝風骨 可以說是奠定了唐詩的基調 接著就是聖唐時期 聖唐是由唐元宗職位 到唐代宗時期 前後大約五十年左右 唐詩進入聖唐時期 發展出自己的特色 既有王為孟浩賢 這些山水田園派的詩人 亦都有神心高息 這些邊塞派的詩人 更加還有詩仙李伯 和詩聖杜虎 這些一流的大詩人 第三期中唐 是由唐德宗時期 到唐文宗前期 大約五十年左右 由於經歷了安史之亂 社會凋蔽 因此促進了唐詩寫實主義的發展 因此在此時 有白居易、元室、劉宇錫、張直、王健 這些寫實主義的詩人 除此之外 譬如唯應物、柳宗元 他們亦都繼承了山水田園派的風格 另外 韓裕、孟教、賈賭、李賀 這些詩人 我們可以把他們視為險奇派 再到晚唐 晚唐時期 由唐文宗後期 到唐朝滅亡 前後總共七十年左右 在晚唐時期 唐詩重新發展出華麗的風格 他的代表作家 有杜牧、李相忍、許魂、溫廷魂他們 尤其是杜牧和李相忍 我們合稱為小李盜 到唐朝末年 又有疲日休、陸龜蒙、杜殉學 這些寫實主義的詩人 在這一集 我們已經討論過唐詩發展的軌跡 接下來第三集 我們會進一步了解唐詩之美 通過對於幾個很出名的詩人生平的介紹 讓我們進入唐詩的世界 又不在唐詩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